怎么的了 二伯伯 遇上什么难事了 你来了 我跟你说一件事啊 你说 那啥 那个方小事啊 要向那个黄小黄求婚 好事啊 黄小黄啊 有婚姻恐惧症 好 他那怕黄小黄不同意 就找我大姑赵刚的帮忙 你觉得这是靠谱吗 上一边去 小四啊 赵刚的怎么着 就比我厉害啊 不是顺风咱俩从小玩到大 你什么样我 还不知道吗 你知道啥呀 先把邻居们告诉他 小区最优秀的男人是谁 养殿 养殿乱了 你 你啥样我不知道 我就问你 黄小黄脾气爆不爆 爆啊 二米粒脾气爆不爆 更爆啊 二米粒都让我治治成我媳妇了 你和黄小黄这点事 我给你搞不定 对啊 哎 你是不是有事 咱先走吧 我还有事 我给你伤害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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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啊 干什么 干什么玩意 你说啊 干什么玩意 说啊 啊 这么一听啊啊 还真得是你帮我这个门儿 黄小黄小黄一会儿就来了 你帮帮我行不行 淡定 我是一个过来人 黄小黄来了 我跟他谈一谈 问他三个问题 帮你搞定 你可拉倒呗 二股锋 你给我上一脸子去 找小碩 找小碩 找我 来了 啥事啊 我来来来小碩 一边站着 淡定 哈哈哈哈哈哈 小黄 请坐 好的 小黄啊 我听说 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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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事 我先走吧 哈哈哈哈 小黄啊 听说最近 你对这个婚姻方面 产生了一些恐惧啊 你咋知道的呢 不光是婚姻 我出对象 我都害怕 不怕不怕 有哥啊 哈哈 哈哈 这样啊 哥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嗯 你觉得一个人生活 跟两个人生活 有什么区别呢 多一个人呗 哎呀 问你有水平 答的一针见血 你也没问这人这样 好那我重问 第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哎 第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好好好 第一个问题 啊 今天早上 早餐你吃的什么 油条 怎么吃的 又下楼买回来 自己吃的 你不觉得 少点什么吗 豆浆啊 对呀 光吃油头 多敢的呀 对嘛 膽定 你不觉得 你少一个人吗 谁呀 我就问你 你知道 阿米粒 今天早上吃的什么 不知道啊 吃的也是油条 是吧 但是哥 下楼帮他买的 哥拿着油条上楼 陪他一块吃的 小黄 我也可以给你买早餐 陪你吃 好 病好点呗 还差一点 淡定 哎 哎 这 咱们 怎么我当人老婆 能不能淡定一点 这才哪到哪啊 这才一个问题 小黄请坐 哎 那么好 我再问你 第二个问题 这第二个问题 哦 第二个问题 哥你倒是问呐 小黄啊 嗯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一个人是怎样度过 漫漫长夜的呢 嗯 我再问你 都有 你 mek 咱们 去 我也喜欢 给我 我最嘟嘟 那个病好点儿没 还是差一点儿 你淡定 继续 好的 那么我再问你 第三个问题 好的哥 你问 哥呀 你在宴气之前 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我问了呢 你能不能淡定一点 我紧张 第三个问题 小黄啊 当你痛苦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忧伤的时候 受伤的时候 你是跟谁倾诉的呢 当我受伤的时候 那我倾诉的人挺多的 说出来 纯生 戴爽 老雪花 还有闷导驴 跟他们倾诉 悲哀呀 哥呀 我让你给他治病 你咋还给他灌多了呢 没看出来 没灌他就喝多了 小黄啊 你知道二米粒 受伤的时候 他是怎么度过的吗 怎么度过的 是哥是哥还是哥 手捆了啤酒 白酒 葡萄酒 陪他喝的 哥 王啊 我知道此时此刻 你一定有一大堆的问题要问我 问出来 那你们喝多以后 正是我要问你的 你喝多以后 怎么了 吐了 你呢 我喝多的时候 二米粒会打我 那你 挺着 人家用笑拳拳催你胸口 你哥在这儿 我随便打 我看你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幸福 哥 我觉得听你说完以后 我觉得二米粒特别幸福 哎 诶 我怎么觉得我的恋爱恐惧症好像好了呢 怎么样 哎 怎么样 方小瑟 咱俩聊聊啊 哈哈哈哈 好啊 二姑父 你是头的冠军的 是吧 大恩部演戏啊 应该做的 谢谢 秦瑞芬 哎 秦瑞芬 起来 哎 你不是说 哎 你不是说请我吃饭吗 是是是吃饭 二米练 哎呀 哎呀 黄小花 哈哈哈哈 全小区最幸福的女人 谁呀 你的 二姑 说的就是你 刚才我二姑父 把你讲了一遍 老感人了 全喝多了 我们家什么都说啥了 哎呀 我现在才知道 你太幸福了 这话从何说起呢 咱就从早上说起吧 行 你今天早上吃的啥呀 油条 终于生了 终于生了 哎 那个是不是顺风哥 给你下楼买的完了 陪你一块吃的 哈 啊 他 他 他 我得把你问问他 早上十点半之前起床过嘛 他知道早上讲啥样呢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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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啊 赵先生 淡定 淡什么定 没事没事没事 我再问你 阿玛丽儿 就是你生病的时候 那个是不是前顺风 给你买药 完了一口一口 喂你吃的呀 没有啊 啊 那你是咋度过的呀 挺过来的 哈哈 那个小黄 我感觉 要不咱还是先走吧 哇 你等会儿 我还要听说一个个女陪呗 啊 米莲 哎哎 在你忧伤难过最痛苦的时候 你都是怎么办的 哎 别提了 只能找我的父母倾诉倾诉呗 你不找他倾诉吗 就他给我惹的 我上哪找他去 那他不陪你喝酒吗 酒都让他喝了 一喝喝半酒 我一嘟嘟一定都我熟似的 方小丝儿 谁是粉 淡定啊 淡定 我感觉这里边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这个 还是让风哥解释解释吧 哎 小黄啊 你好好说话 小黄啊 我就是想跟你讲一个道理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大家他还走了呢 回来 钱顺峰 我就说这个忙不让你帮不让你帮 挺好的事给我搬洗碎我 小黄啊 哎呀 什么情况 二姑姑 哎你来的太是时候了 啊 你是蠢头子冠军呢 四叔啊 要不还是找大姑帮忙吧 哎呀 我刚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媳妇啊 怎的啦 你这时候来干什么玩意啊 你邀请我吃饭吗 我就问你 咱俩在一块生活这么长时间了 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哎 哎 你幸福吗 挺幸福的呀 咱俩生活当中是经常打打闹闹 吵吵闹闹的 我真正伤过你的心吗 好像没有哎 黄小黄得了一种病 叫结婚恐惧症 我正给他治病呢 马上就要治好了 你可得好 当机给他干医院去了 那你不早跟我说啊 这治病这事我不比你在行啊 放心 现在我就接他处院 黄啊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哎呀 街坊邻居们啊 婚姻啊 没有什么可怕的 记住我钱顺峰的一句话 磕磕绊绊 有关怀 打打闹闹 有真爱